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是觀眾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林冠 讲到健康 很多观众朋友常常觉得 大病没有 小病不断 而且有一些疾病 它是反复发作时好时坏 比方说天气变凉 有些人就成天酷酷少 鼻子过敏 然后有一些人温差一大 这个皮肤的状况 可能就反复的过敏或者发炎 还有一些人 这个稍微熬夜 或者多吃一点这个甜食 或者多喝一点咖啡 这个肠胃的毛病 或者胃食道逆流的状况就恶化 那到底这些小毛病怎么样做 透过健康生活的调养 来调整自己的体质呢 待会这集的健康好生活 就会一一跟观众朋友来分享 好 今天陪我们一起分享了有七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医生好朋友 王建宇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专医好朋友罗特宇医生 大家好 好 再来是肝胆肠胃的专科医生好朋友 吴文杰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皮肤科的专科医生好朋友 林尚立医生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艺人好朋友杨雨霓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洛京汉师傅 大家好 再来也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蔡汉密师傅 大家好 好 我先问一下王医师 你们哦 嘉医科的门诊 应该有很多病人都是老病人嘛 那老病人某些状况 某些天时地利人和 一发生就会来找医生报道 其实刚才主持人讲的叫 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 当你出现很多病 不容易根治的病 我写过一本书啦 书名叫 为什么你的病总是看不好 一说在我们临床上面很多疾病 基本上病人的本身 会比我们医生来的重要 我这边有列举几个 我们在门诊上面常看到 看不好的疾病 第一个 肠造症 异味性皮肤炎 还有巡麻疹也是 我记得 那胃食道逆流 那气床过敏性鼻炎属于同一类 那再多补充一个偏头痛 对 那基本上这些就在我们 有些人痛就痛一辈子 没错 胃食道逆流就逆流一辈子 那过敏或者鼻炎也是一辈子 没错 那有时候我们就跟家长讲说 你这跟体质有关系 那阿嬷就说一句话 好症不痊癌 派症不痊癌 那甚至我在 你要处理阿嬷的困难 不是 孙已经这么大了 我在常说 有时候看到这个阿嬷鼻子过敏 我说阿嬷你生幾个孙 他说两个 我说这两个孙子 平衡都过敏 医生你哪知道 我说看阿嬷的平衡就知道 那基本上我们在临床上面 他叫你医生的那要算命 医生的那要算命 医生会从很多临床上面 我们常说过敏 尤其是呼吸道的过敏 这种过敏体质 遗传的几率多少 大概 爸爸妈妈如果有一个 大概小朋友遗传到的机会 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如果父母亲两个都有的话 那可能高达六成到七成 那这是体质 体质要问谁 问老天爷 可是我们重点在哪裡 后天的环境 你如果后天的环境能够 把一些客观跟食物 能够做调整的话 或许你这些不易根治的疾病 他的发作次数可以减少 王医师我问个没礼貌的问题 就是看完不好你生意 才会源源不停 很常说 我在门诊里面 我很喜欢把同样的话 跟不同的病人讲 你跟这个讲 叫不要吃冰的不要吃炸的 其实我看他能够做到 他夏天过去的 夏天不吃冰不吃炸 冬天鼻子少过敏 少来看医生 所以有时候 夏病要冬医 冬病要夏医 所以有时候你所以夏天吃得很高兴 我告诉你 现在开始变天了 就开始咳嗽 再过一阵子就开始想想 所以他说 来江湖混久了 总是要还债的 然后问一下吴医师 肠胃科好像也是 常常会看一些老病人 对 其实我们就这样 应该说的 如果这些病人看好了 我们真的就没有门诊 对啊 不过我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肠胃科常看到 比较不容易好的病 第一个敏感性的 胃食道逆流 胃食道逆流 其实大部分还是会好 医生没有那么专业那么差 但是敏感度的 可能就比较不容易好 待会跟大家解释 第二个是肠肇症 第三个是肠肉症 这是蛮最近热门的名字 第四个是肤质不耐症 第五个是所谓的功能性便秘 其实这个五个常见不好治疗 透过来两个关系 你要说第一个个性 精神状态 体质 第二个就是免疫力的问题 比如说敏感性的胃食道逆流 肠肇症 功能性便秘 其实它跟情绪有点关系 跟个性有点关系 然后肠肉症跟肤脂不耐症 就是自体免疫的问题 那我就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敏感性的 胃食道逆流的病人 他是一个60岁左右的一个阿姨 女性病患 他来看我 然后他其实就像洛斯福沙尾 有点比较有点重量 很稳重 所以他来看我很合理 是胃食道逆流 我觉得他有这个风险因子 因为比较宽一点 然后他就说 他的症状就是说 这边会着肋感不舒服 而且喉咙会有像东西梗住 可能像是 他有时候会说 他是像樱桃 有时候像是像是 像是一个花生 有时候也严重 像是一个比较大颗的草莓梗 在这边 还有时候他会说 他连这边都会痛 胸口这边都会痛 然后就说 好这个蛮像胃食道逆流 我就先给他治疗 胃食道逆流要 从一开始的第一级用药 第二级用药 我也给他做胃镜 就发现 他是有轻度的胃食道逆流 也不是很严重的 但是我要下的超级重的 结果一两个月都没有好 后来我就想说 那这个还是有点奇怪啊 做胃镜也没看他很严重 药也治不好 这个就符合 属于说敏感型的胃食道逆流 就是他这个食道 这个喷门这一段 这一段 胃跟食道这个中间喷门这段 比较敏感 所以正常人的胃酸 胃酸或是胃里面的东西 往上逆流的时候 正常人OK的 没问题的 但是他就觉得很不舒服 所以这样的病人 其实不只是用胃食道逆流的药 还要用一点抗精神的忧郁剂 或者抗焦虑剂 抗焦虑剂 所以跟他精神状况有关系 其实也不是 你绝对不能跟病人讲 说你精神状况有问题 你要讲说 我们是这个敏感 比较敏感 所以我们会给他点SSR 就是抗焦虑症的药 轻度的 这个病人就改善很多 所以很多病人说 原来这个神药 你到底给我吃什么 那么好的胃药 我要去药房买 就不是胃药 所以常常说 这种病很难好 但是只要对症下药 还是有可能会好的 那问一下林医师 皮肤科的门诊也是这样子 对不对 皮肤科有的时候 也是某一些病人 比方说这个反复的发作 然后类似的症状 对因为我们经常说 皮肤有时候是肠胃道的镜子 但是有时候一些皮肤好的 皮肤不会好的疾病 往往都发生在 越需要外表的一些职业类别 比如说之前有一个空姐 她就来门诊 她来门诊的时候呢 你知道空姐总是需要 漂漂亮亮的 然后在飞机上面 帮人家服务 但是呢 她偏偏就是一些地方的皮肤 也发的特别严重 都是要见人的位置 包括脸 她的T字部位 整片都是发红 而且脱血 那在飞机上又特别干燥 谁想要看到 全脸脱血的空姐呢 然后她说她的头皮呢 也是一样 整个都是一些 银白色的碎屑 为什么会这样 那其实这些人很多 会以为自己是 过敏的问题 但其实在T字部位 就是说我们所谓的 皮脂线 特别旺盛的部位 包括头皮 额头 鼻子 下巴还有两边 包括像法令纹这些地方 很多人都会在特定的 季节转换的时候 然后就会开始跑出来 或者是有特定的生活因素 对 那特定的生活因素呢 像她就是有一个 特定的生活因素 她经常性的反复的拉肚子 然后因为工作 步调 她有时候在工作时间 比较长 步调比较快 她会特别 肠胃特别不好 所以在她长时间 反复的拉肚子的情况之下 然后又会脱水 那再来她的生活的这个频率是不规定的 她经常会日夜需要颠倒 所以在这样的生活形态之下呢 她的皮肤就会开始反映出她生理状态 因此呢在头皮上面会开始发红脱血 那在脸部脸颊额头这些地方 她因为长时间没有治好 再加上她的工作不允许规则的治疗 就会造成这些问题的产生 所以她那个是止漏性皮肤炎 止漏性皮肤炎 那这个也是不会好的问题 因为她简单的说就是反映你的生活形态 对 那这样如果她经常的那一阵子排斑 排得比较糙 或者都非常成的欧美线 那可能就发起来 那如果比较凉一点喔 飞比较短程的 比较不用日夜颠倒 可能症状就可以舒缓一点 是的 没错 所以其实肠胃道的这个疾病 很多时候真的看你当时的环境 跟身体的调养状况 我举个例子 我大概每隔30个月会遇到一个小朋友 妈妈带着小朋友过来 会跟医生 医生 我这个小朋友拉肚子 她的一个礼拜 哦 就是我跟她讲 有没有看过一个广告 剃派的身体 倒不到三天的漏晒 这个小孩漏七天 还可以走进去坐在这里 蹦蹦跳 他表示他没有漏晒 然后我要说 他稍微有便秘 每个讲说 哪有可能 我都看他去漏晒 他哪有可能便秘 好吧 为了有图有真相 只好照一张X光给他看 告诉他 他肚子满肚子的大便 那为什么爸爸妈妈看到的是拉肚子 因为他每次拉的时候 因为这个小朋友 大概小一小二 他有时候大便的时候 都大一点点水便 那他如果有时候包尿布的话 到出来那个尿布上面 只有这样子 一个不到这么大痕迹的这个水便 都以为他是属于拉肚子 但事实上这是属于严重的便秘 这种严重的便秘 在我们临床上面 它叫做肾便 他那个大肠液是从便便旁边流出来 然后带一点点粪水 所以你看那尿布上面 或是在马桶上面 只有一点点的水 那这情况下 他其实是肚子里面的大便塞很多 那时候家长如果不知道的话 这样的小朋友还有个特色 你看到瘦瘦的扁扁的 肚子有点大大的 都跟你说胃口不太好 为什么 因为满肚子大便 东西都塞不进去 那这时候你再问他 他都吃什么 不爱吃蔬菜 不要吃水果 只喜欢吃肉 胃口也不好 那这种小朋友 就必须从饮食方面 去做一些胃肠道的调整 否则这个小孩 胃口不开 排便不顺 所以有时候有时候跟家长讲 他会吃多少 他只要每天大 这么大的便 他每天就可以吃这么多的东西 可是他每天都只要大 一点点的便 甚至会什么 颗粒 羊死 每每便 然后甚至有时候可能 三天大一个便 大一个什么便 大一个出一个拳头大 像一个滑鼠一样的便 你会觉得奇怪 这个小朋友的肛门那么小 为什么可以下出一颗蛋呢 你到第一次看到那样的家长 王医生你怎么这么神奇 形容这么贴切 因为我每天都看到 每三个月两个月 看到这种小朋友 小朋友照相给我看 那他为什么不会生痔疮 我说小朋友的特质就是这么的好 他的大便这么大 还是不会痔疮 但是重点是 他还是不是蔬菜水果 这时候我就告诉说 你要吃这几类 可以促进胃肠道健康的食物 包括发酵食物 优格 或者是泡菜之类的 是的 那再过来 有两个纤维很重要 要高鲜 要不可溶的 高丽菜 白萝卜 要吃那个梗 特别强调空心菜要吃后面的梗 吃前面的叶子没有用啦 要吃后面的梗 那不然要吃那种可溶性的纤维 就是粘粘粘稠的 山药纳豆秋葵 再过来 那我们尽量给他什么 好的那种漂亮的蔬菜水果 然后能够排毒排便 那这样小朋友 如果你能让他从饮食方面去调整 多吃有限度的蔬菜水果之后 他只要排便正常 他的胃口就会好 你看这小朋友就越长就越大肢 否则你不从肠胃排便去调整 我告诉你 你在给他吃什么好吃的都没有 排便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接下来我们陆师傅 就要分享一个健康顾肠胃的好料理 对 师傅今天要分享一个是 这个鸡腿肉萝卜丼 对 这个保障小朋友开胃好吃 对 就是亲子丼 那我们一般的年轻人 也喜欢吃 那这里面就是很简单 加上很多的蔬菜都OK 可是今天我们加上白萝卜 白萝卜大量 还有一点点的洋葱 然后也有那个王医师讲的就是高麗菜 然后秋葵也有加进来 那这个亲子丼我们是做 一般在做的话 一般牛肉猪肉都可以做 甚至海鲜也可以做 可是我们今天是做鸡腿 就是小朋友最喜欢的 那我们首先呢 我们很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 先下去要把鸡腿稍微把它煎熟 就是每个月都在感冒的人 那饮食的话其实就要吃一些 比较那种全骨的啊 或是一些像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些 里面有很好什么山药啊 纳豆啊这些食物 就是这样提高自己身体的免疫力 大部分的异味性皮肤炎 都会在成年之后就缓解了 之前就有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他是在成年之后 非常友好的那一个部分 那通常呢这一类的人 我们先热一个不沾锅 那同时也热一个助血锅 那师傅一边要煎鸡腿 一边那边要来拌炒这一些配菜 对 那我们因为我们加了白萝卜 那在烹煮当中 它时间会拉得比较长 所以我们事先呢 也要下去做一个烹调的一个方式 好 然后第一个我们先给我 一点点的橄榄油 好 我们让锅子稍微润一下锅 你在煎鸡腿的时候 比较不容易沾到 好 然后下去之后啊 像有稍微一点热就可以了 我们就把鸡腿就直接把它放进来 好 带皮这一面 带皮这一面先放下 对对对对 我们下去把它煎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盖上锅盖 好 先煎一分钟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来 很快齁 我们这边也是一样来 加上一点点的橄榄油 那我们先呢 把我们的这个洋葱先下来 稍微炒一下 锅子热了油热了 我们稍微拌炒一下大量的洋葱 洋葱爆锅之后 它本身的甜度才会爆出来 然后香气也会比较香 那这个先下去炒 稍微炒一下就可以了 让它有全部沾到油脂 那我们这个白萝卜 我们今天用半条 我们全部一样把它切成丝之后 切成丝 一起下去跟着油一起炒 好 你看师傅道工多好 对没有 像这一锅白萝卜 对对对白萝卜 那也是一样用一些油下去把它炒过 可是油不要加太多 少量就好了 所以白萝卜是不是一样炒过之后 它会熟的比较快 没错 因为它本身的 我们讲纤维已经把它做成软化了 所以你在烹煮的时候 水分一直渗透进去 我们讲说渗透鸭的一个概念 它就会很快熟了 那我们炒到它已经变成半透明之后 第一个动作我们先把我们的这个米酒加进来 好 让它呛一下锅 好 然后好了之后记得 酱油 酱油先炒 那酒跟酱油跟味淋是1比1比1 1比1 好 现在师傅准备了三个这个小碗 其实是1比1比1的比例 没错 这个是日本人的日式三杯 对 然后下去之后啊 慢慢的把它做一个烹煮 然后烹煮之后啊 它会有那个酱油的香气也跑出来 这个时候我们就很简单啊 把水分啊 加到两碗 好 两碗就是500公克的水分 然后稍微炖一下 而且萝卜也会出一点水嘛 对 对 要炖之前啊 我们把我们的这个高丽菜也下来 把高丽菜的甜分把它下来 你现在这三个菜都是很甜的 对 然后来 金针菇 金针菇 把它放在中间 等一下再来把它剝开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下去给它焖 好 好 好 那我们看到蒸汽上来 对我们打开 它会有一些些的水泡 好香喔 对 然后我们就看一下喔 盖上锅盖煎的肉 肉汁比较锁在里面 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 它会有一点点的水分 然后一定会喷 好漂亮喔 盖锅盖就可以了 对 然后这个时候来 我们再教一个方法 再盖回去 煎一分钟 因为打开的时候蒸汽会跑掉 对 那蒸汽跑掉的话 它本身的热气不够 那你在烹煮的时间 就会比较长 而且它的水分也会跑走 所以这个煎法 它会比较外酥 然后内部的肉还汁汁汁 然后这个时候蒸汽上来关掉 焖两分钟就熟了 好 那这两分钟干嘛 我们来做一道菜 好 我们就很简单 这里面我们是用海鲜 下去拌纳豆 然后跟洋葱 然后今天我们最特别的就是用橄榄油 泡一点点的九层塔油 好 我给镜头看一下 这个是extra virgin 要做凉拌的橄榄油 对 但是师傅事先切了九层塔 九层塔 九层塔是把它洗干净 洗干净 洗干净 然后擦干之后 擦干 然后切成丝 所以你等于自己做那种罗热香料 对 其实罗热它的香气是比较淡的 可是台湾的香气会比较重 这个很香 用九层塔会比较香 对 大概泡一个钟头 这个油就跟香气融合了 对 这个时候我们就是 差不多平均20公克的 这个九层塔的橄榄油 然后差不多两汤匙的橄榄油 下去之后 这个差不多平均三汤匙的那个 苹果醋 苹果醋 对 然后这是味淋 一汤匙 一汤匙 三汤匙 三汤匙的 酱油也是一样 3比1比1 对 然后下去之后来很简单的 所以这个是油醋酱 对 因为它基底还是橄榄油 对 然后醋是苹果醋 没错 但是它加了九层塔的香料 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今天想要把它拌一下 然后后面还要加很苹苔的蒜酥 所以这是一个混血儿的凉拌菜 对对对 其实这个吃起来还蛮搭的 对 然后我们第一个要下的是我们的这个番茄 番茄把它切成小丁就可以了 然后下去把它稍微泡一下 然后记得苹果切完之后 它受到空气有一点点氧化 可是没关系 你下去拌的时候它就会变得比较漂亮 好 那苹果切丁 那番茄也让它切丁 对 可是今天最特别的我们是加上海鲜嘛 然后第一个我们是加上纳豆 好 这个纳豆就是要下去的时候麻烦要稍微搅一下 哦 不是说台义混血 台义是混血 对对 这下去之后我们就下来 来 纳豆下去 纳豆下去 要有坎西 你这样子搅它那个坎西的feu就出来 对 它就好像有没有好像勾芡一样 哦 对 然后这时候我们再加上淮山 我发想像纳豆加油醋 好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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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现在这个是山料淮山那种日式的可以生吃的那种脆脆口感的 对没错 好然后起来之后你看哦 它整个就是 韩西啊 对 这真的过有意义 来 再过来海鲜进来 海鲜进来 对然后我们这个煎过的哦 都是用煎的 好 然后直接下去拌 煎过的海鲜啊 或者卵丝啊 透抽啊 这个海鲜就可以自己调整 对 然后鱼片也可以把它煎一煎直接下来 好 那鲑鱼啊煎一煎也可以直接下来都ok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有一个盘子 好 我们上面那个盘子 我们第一个我们洋葱把它打底 嗯 好洋葱不要下去拌 洋葱直接把它切丝打底 对 切丝打底我们是有冲过水的 嗯 上面的沙拉就会比较浓郁 对对对 那下面的洋葱吃的就是口感 对 然后这时候就把我们这些的料啊 把它放进来 哇 然后它会淋上去 我很难想象那豆加上油醋 对这很好吃 好 对然后下去之后啊记得 最后的灵魂 帅酥 对没错 因为台湾味嘛 对对对 台湾人就是这么好的地方 酸素把它加下去 然后师傅那一锅也这个熟了 对 再过来这个已经焖熟了 第一个如果你要让它吃香脆的话 你就是锅盖打开 嗯 然后继续让它煎 可是我们今天不要 我们今天就这样子已经熟了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汤汁 嗯 不要把它倒掉 直接把它倒进来 对 然后这个我们要先起锅 嗯 起锅之后我们把它切切 对 嗯 好两个鸡腿哦 这个起锅 那剩下的汤汁油汁跟这个肉汁 要倒进这锅吗 对倒进这锅 它全部都已经熬到差不多了 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 等一下等一下 好 这个好了之后我们鸡腿把它切开 切成一片一片的 然后就是用悄悄板的切法 我们直接把它滑下来就可以了 哦 所以你要直接入这一个 对 我们因为刚刚放的蔬菜 比方说高丽菜或者是萝卜 都是会出水的 对对对我们直接滑下来 所以这锅刚刚的水分没那么多 对 但是它现在像个炖菜汤菜 对 因为这个菜越炖哦 这个水分汤汁越出来 对 嗯 这真的就是全部的精华都在这边 好 然后这个这个时候啊 我们要做一个 这个是秋葵 把它做一个呈现的一个方式 秋葵把它切丝 对把它切丝 之后来我们下来把它焖一下 这差不多10秒钟就熟了 好 然后这个要先下这个 好 然后这之后我们要加上我们的蛋 蛋 蛋要加来的时候啊 记得 加下来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稍微打一下 不要打到全部散 然后之后来棚旁边 这样子慢慢的把它淋上去 就像日式青子洞一样慢慢滑 对 然后连这个我们上面的那个鸡腿肉 也都有 最后我们要把它焖锅 对 焖锅的时候啊很简单 我们就很简单的 大量的葱 葱 直接把它铺上去 哇 这是一锅这个 真的 对 你看你要拌拌拌面 其实它都很好吃啊 对 那最后焖你要焖多久 呃 你这样子焖的话 我建议差不多15秒钟就可以了 嗯 那15秒怎么看呢 你就是把它盖下去 因为它蒸气完全跑掉 因为它蒸气完全跑上来 对 那你自己稍微心里莫属 想爱人想10下就可以了 哈哈哈 想下去 对对对对 对对对 稍微想一下就可以了 那其实10秒钟速度很快 你可以看到它蒸气 会从旁边慢慢地浮上来 对那就OK了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开锅看一下 现在啥 要不要整个都翠绿了 哇 那我们就来试吃哦 这个我们洛西部的这个 萝卜鸡腿丼 跟纳豆拌海鲜都好好吃哦 完全改观那个辣豆的吃法 对 纳豆这样超好吃 对因为在煮鸡腿丼的时候 大家会有一个想法说 煮那个酱汁很麻烦 可是你只要1比1 这样子下去煮的话 其实你把那个蔬菜的汤汁 完全滚出来之后 下去煮 其实就很好吃 真的 对 所以饮食真的很重要 像我最近有一个病人 他很有趣 他因为我们有经营那个 那个就是社群网站 然后他一开始 他其实都是用私讯留言给我 那因为我通常都是跟 就是一般讯息来的 我都说如果你是要看诊 你必须要到门诊 我才会知道你身体状况 但是一开始他其实有时候 只是问一些小问题说 喉咙痛有痰 可不可以吃绿豆汤啊之类的 这一种 然后他有一次他就是 他真的他就有一些身体的问题 我说那你就来看诊吧 那他就真的就来看诊了 那来看诊之后呢 我就帮他就是问诊啊 把慢 他有一些睡眠的问题 肝火蛮旺的 心灰很旺 我就跟他讲说 你是属于有虚有火的体质 那时候就跟他讲说 你的那个身体状况 就后来过了一阵子 他就是来看整一次 他就没有过来了 然后我就 后来我就问他说 你怎么没有来 他就说因为他现在生理期来了 他觉得生理期来 他就先不吃药这样子 然后过一阵子他又问说 嘴巴破可以吃什么这样子 我说你怎么嘴巴破 他就说因为我最近在吃姜 我想说你的体质 我上次就跟你讲 你是燥热的虚火的体质 你为什么要吃姜 他说因为我最近上网 看到很多人说他们吃姜 然后去身体的湿气 可以提高免疫力 然后对身体很好 所以他就吃姜 那我想说那你就是自己 有些人他就是 他明明我已经跟他讲 对我已经跟他讲 你体质不适合 但他还是会去上网 觉得很多人吃这个有效 然后他就会试 然后就发现 他自己又不适合 所以其实要知道自己的体质 真的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刚刚有讲说 那中医怎么看 这一个分类体质 对其实我们体质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 一个粗略的分法 就是我们讲说寒热虚实 那寒的话大家都知道 就是你可能就是有一些 像鼻子过敏 刚刚那个王医师有讲 像这种都是一些气喘 这种东西 冬天发的这些病 它叫做寒性的 或者像说我们女生 如果月经痛 常常吃很多女生 她是这个月她会发现 她如果月经来之前 吃很多冰的 她这个月生理期 就会特别痛 所以其实像这样的话 通常你的体质 都是比较偏寒的 那热的话就是我刚刚讲说 有些人口疮啊 就嘴巴破啊便秘啊 或是容易长痘痘的 那像这种人的话 你就不太能够 喝太多的酒 或是吃一些烧烤炸辣的 像这种刺激性的 那像我们皮肤的 像那个异味性皮肤炎 或是蕁麻疹 它其实在发作的 这个状况的话 也都是属于热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 要忌口的一些食物 那虚的话 就是很多人是容易感冒 就是可能稍微 就是每个月都在感冒的人 或是我有些遇到说 每个月那个都硬道炎的女生 它其实都是属于那种虚的 那可能之前常常 都是有一些熬夜 或是说那个身体那个 就是作息 比较混乱的一个状况 那饮食的话 其实就要吃一些 比较那种全骨的 或是一些像我们 刚刚介绍的这些 里面有很好的什么山药啊 纳豆啊 这些食物 就是这样提高 自己身体的免疫力 那如果是食性体质的话 就是我们讲说 像排尿啊排便啊 这些功能比较差 它其实整体的话 就是排泄的功能比较差 那就比较适合吃一些 比较高鲜的一个食物 那像这个体质的话 都是一个比较粗略的 因为我们中医 在看体质的时候 其实还会再更细分 就是五脏六腑 它都有不同的虚跟食 或者说它是挫杂的 因为现在很多人的体质 不单只是寒或是热 它其实会寒热挫杂 它可能是下热上寒 所以它是混杂的 那你就要知道说 你自己的身体状况 那像我们刚刚讲说 有些人就会来中医 就是可能很多看不好的 这些政策会来中医来问说 到底可不可以断根 其实可不可以断根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跟你的生活作息 跟饮食有很大很大 很大的关系 真的 那问一下李医师 像最近季节变化 很多人只要气温里变化 比方说关节炎的 就感觉到最近温度变了 那有一些皮肤的毛病 也常常是这样 对 而且呢 经常换季加上反复发作 就会导致有几个病 会重复的发生 之前就有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那他来的时候呢 他是告诉我说他的 我们的手的内侧 这种关节的地方 那还有脖子 还有膝盖后面 这些地方都成一块一块的 这种脱皮的疹子 而且有些地方被他抓到 都流血了 那这种位置呢 理论上在典型的特征是属于 异味性皮肤炎 大部分的异味性皮肤炎 都会在成年之后 就缓解了 对 但他很特别的是 他是在成年之后 依然没有好的那一个部分 那通常呢 这一类的人 他的过敏都会比较严重 包括他容易有气喘 容易有这个过敏性的鼻炎 汗爆检呢 通常都会在每年的六七月的时候 比如说你压力大 睡眠不好 就会造成就是 肝血的问题发的更严重 不管你是皮肤过敏 糖味道过敏的人 请起码多吃有身为的蔬菜折果 糖道一好 鱼物也会好 通常呢 这一类的人 他的过敏都会比较严重 包括他容易有气喘 容易有这个过敏性的鼻炎 那这几个 他都是会相连接在一起的 所以他只要一再换季的时候 他就开始会有这样的状况产生 那异味性皮肤炎的人呢 他其实是皮肤属于 特别敏感的族群 所以通常大部分的人一样 他会去抓他 但是这一类的族群呢 是特别不能抓 因为只要一抓 就会产生伤口 这个伤口呢 造成皮肤的不完整 那皮肤不完整呢 一些皮肤表面的一些皮屑 跟过敏原 他更容易透过这些 不完整的皮肤进去 造成身体的免疫反应 又再更强 所以他的症状 就会更明显 所以这一类的人 通常是越抓越痒 然后越抓越严重 然后到最后可能 就会体无完肤 那家里的人通常 也不能放什么绒毛玩具啊 地毯啊窗帘这些都不行 那其实有几类的疾病呢 他是非常明确的 他一定不会根治 而且会反复的发作 而且我发现都是炎 都是炎症 像什么止漏性皮肤炎 异味性皮肤炎 你刚刚讲什么咽喉发炎 都是发炎 对 像刚刚提到的止漏性皮肤炎 然后现在的异味性皮肤炎 然后再来就是汗泡疹 汗泡疹呢 通常都会在每年的六七月的时候 每天门诊 就会看到一堆汗泡疹 所有的人都是手举起来跟你说 我手上面有水泡很痒 或者是脚底有水泡 是不是得香港脚 其实这些人全部都是汗泡疹 好 再来就是肝险 肝险呢他是 肝险也很少能够根治的 对 而且他真的会直接反映到你的压力 有时候你压力大睡眠不好 或者是甚至他最近有些人 他可能有些情绪的问题 何必再吃一些情绪的药的时候 通常呢就会造成 就是肝险的问题发的更严重 所以这几种呢 其实也是皮肤 常见不易根治的 但会反复发作 只要你把生活因素控制的好 它其实通常都可以很稳定 那接着下来 我们蔡师傅也要分享一个 健康看过敏看发炎的好料理 师傅今天要推荐分享的是 是一个意大利风的食蔬来煎蒸鱼 对没错我们今天 这个石斑鱼搭配这么大量的蔬菜 跟我们洛师傅一样 大量的蔬菜 那我们现在就来做了 好这个也是一个抗发炎的好料理 你刚刚讲的很多反复的症状 都是发炎的症状很难改善 很难改善 我们就饮食来控制 那我们首先一点点的油 先把它放在这个锅子里头 稍微热一下 那这个鱼呢 因为我们要煎它 所以把它剖开 剖开呢 那这个骨头 骨头可以用剪刀把它剪掉 那这边表面 把它稍微切割个几刀 那用一点点的盐巴跟酒 稍微腌制一下 就这样子而已 那我们现在就把水分吸干以后 就直接把它放在我们锅子里面 皮朝下 那一样的把锅盖盖起来 盖起来 让它慢慢的煎了 那这边呢 这边我这些蔬菜 这些蔬菜要把它铺在这个锅底 要铺在这个锅底 好 那我们首先先把这个锅子预热了 那这是洋葱 洋葱 那今天纸洋葱跟白洋葱都有 是是是 今天放了大量的洋葱 对 你只要铺喔 你没有要炒它 没有要炒它 我稍微先铺一铺再淋点油 这个店底用的 所以这一道真的很棒 家里真的非常的轻松 所以这个是地中海的这个料理 是是是是 这么简单喔 再来铺洋葱 洋葱 再铺紫洋葱 这个搭配颜色 紫洋葱 因为 也那个营养素比较好 然后放一放 再来的苹果 来 苹果是抗洋花的 抗过敏的 苹果放下去 增加它的甜味以及果香味 把它摆进来 先铺一层洋葱再铺苹果 是是是 那你当然你也可以用铺番茄啦 铺番茄也可以 现在把它铺一铺以后 淋点橄榄油进来 这个时候才淋橄榄油 对对对 这样因为你如果说油放了以后 锅子热了你铺的时候会烫到手 那你现在很简单的就是从上面 把它淋一点点 然后先把它盖起来 盖起来 是没有错很简单的 非常棒的一道菜 所以一定要把它学起来 那我们这里面 这里呢 还有准备的小番茄 那这个是甜椒 我们给镜头拍一下 还有甜椒 还有花椰菜 还有一点这个坚果 胡萝卜 那这个是大蒜 大蒜 这是白葡萄酒 白葡萄酒 是 那这个是一些海鲜高汤 那我们先把鱼煎一煎 为什么要煎呢 因为煎过以后鱼会比较香 比较香 那那个香会融入在这一锅里面 就刚刚洛师傅刚煎过鸡腿 再把它放进去 同工义取之妙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利用这个方法 所以你们两个没有先串通好 没有没有 所以观众朋友真的 今天用这个方法来煮是很简单的 好我怎么判断我的鱼这一面好了没 是的 那这个跟煎鸡腿也是一样的 一样的 它当它蒸气上 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 如果说你这个 有时候呢 你蒸气太多 再滴个水分它吸干 对 那如果说真的 这个洞口蒸气来不及排出来的时候 你可以再稍微打开一点点 让大量的蒸气跑出来 那为什么要盖上锅盖煎 第一个 下面煎 上面整个蒸气会回流 下煎上蒸 所以才加热熟的快 是没有错 加热熟的快 而且肉质会锁住在里面 你如果 如果以前的话 就单面不能盖锅盖煎 那下面煎上面熟的比较慢 而且煎鱼油烟比较多 所以盖上锅盖 它的油烟的伤害也会比较低 对 那那个烟从这边出来 那家里头当然抽烟器打开 整个都吸到完美去了 所以不会让你吸到油烟 所以当然你想吸也可以 那再来 刚刚那个洛师傅 没有讲到一点很重要 譬如说这个锅子 在上面有一些水蒸气 当你要拿开的时候 一定要平行移动 你如果它稍微斜斜 它水会滴到里面去 水到里面去 如果说今天有鸡腿啦 猪肉 有些油在里面 就会油爆 它已经高温了 高温的时候它会产生油爆 所以这个都是小劲 所以我们看这部 要看我的头 童头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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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现在这样煎 平行锅盖 这样子 平行移动 它这个水就不会滴下去了 ok 有道理 是的 果然 下煎上升 对啊 现在煎煎的 冰冰 来 冰冰 漂亮 好 现在就要放在这边 好 哇 这里你看 哇 我们的洋葱也好香 是是是 好 现在鱼先放在里面 哦 放下去 不是这样而已 那我们现在这个酒就可以先下来 白酒 白酒先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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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斑变成笋科鱼了 对 对 轻的盆 所以你现在换白酒再炖煮了 是是是 那它有点 那个酒喔 酒里面有蒸汽 而且有酒香嘛 它熟的会比较快 那这样炖的时候 酒会容易 酒精会容易蒸发 好 蒸发只有留下酒的香味 那你如果说 刚才把水加进去了 现在再把葡萄酒倒在水里面 它酒精蒸发就不容易了 对 所以你要让它酒精蒸发以后 留下只有酒香跟甜味 所以现在比较像酒蒸酒醋 是是 没错 因为你刚刚只有橄榄油 然后再来就下白酒了 是是 那我们这个为了要增加的漂亮 以及蔬菜 那今天加了一些番茄 番茄大家都知道脂溶性的 脂溶性的就是放在里面炒一炒 好 所以我们再继续 稍微拌炒一下大蒜跟番茄 是是 没错 红萝卜 红萝卜 对 下来 然后一点甜椒 甜椒下来 好漂亮 是是 再来把我们这个 花椰菜 花椰菜下来 然后也跟着简单拌炒一下 是是是 然后再开火 好 简单的一点点高汤 一点点高汤 一点点高汤 我们现在久蒸久煮的那一锅 铸铁锅 其实它那个酒 因为加温沸腾可能快 它实际上已经一直冒烟了 对对对 所以你看看 我们打开来看看 你看 果然是滚了 你看 你光是看这样就很棒了 如果家里有香草的话 再把它放点香草下去 很香耶 用白酒蒸煮的香味不一样 而且里面有 苹果 洋葱 不要太厉害了 不要太厉害了 是我们观众朋友的厉害 因为观众朋友一直肯定我们 所以我们不断不断的 研发一些新的菜式 来回馈我们的观众朋友 那现在呢 因为里面没有什么咸味 对不对 对 那我们这个 因为要增加它的水分 加一点点的高汤下来 所以先白酒蒸煮 白酒蒸煮 蒸发以后再加点高汤 蒸发以后再加点高汤 盐巴 让它有点咸味 然后撒一点点的黑胡椒粒 好 黑胡椒粒 那这样把它盖起来 好 这个蔬菜炒一炒以后 你这样把它裹在里面 这样才会漂亮 那整锅上菜美美的 色香味俱全 好厉害喔 真的 那我们就来试吃喔 那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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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厉害喔 那个喔 再一下下啦 再下去差不多 三分钟 鱼子和整个刚才那个 蔬菜番茄味道的味道 通通把它炖融合 融合进去 你看 没有错 各位观众朋友看到这一锅 真的迫不及待的 真的 你的小朋友看到这一锅 真的很开心 真的 会真心的叫你一句妈妈 那我们蒸的香喷喷就差不多了 对 没有错 你看看 好 观众朋友来看看 我旁边已经炒到很香 哇 哇 漂亮 你看看 这一锅 色香味十足 因为我们要 那个 看过敏要加点坚果下去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喔 谢谢 哇 我们这次做地中海白酒鱼真的很好吃 这个鱼肉真的Q弹 然后蔬菜也非常的鲜甜有滋味 没错 真的这个一定要做一定要吃的 而且这个汤头不知不觉就喝光它 对 没错 其实刚刚有提到说 我们今天一节目告诉大家 其实很多身体有种发炎 这发炎是因为过敏产生 这个就第一个 第二个 不管是胡皮素 鹅茶素 前花青素 木稀草素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最流行的植化素 你知道看到两味素 把很多 苹果 洋葱 番茄 全部丢进去 还包括里面什么 把一些腰果里面什么 框梅 基本上你把这些营养的东西吃进去 维生素C 抗氧化 那再加上我们的鱼 石斑鱼 有Omega 3 那基本上多吃鱼这种白肉的话 对身体比较健康 再管多吃有纤维的蔬菜水果 不管你是皮肤过敏 肠胃道过敏的人 其实基本上你多吃有纤维的蔬菜水果 对你的胃肠道一健康 肠道一好 皮肤也会好 所以我们常说 其实吃东西很简单 不要踩地雷 不该吃东西不要吃 多吃健康的话 就可以避开很多过敏的问题 所以人真的都是要认识自己的体质 跟状况吗 那问一下吴医师 所以很多人 对于自己对食物的过敏 如果没有警觉性的话 很多时候 这个自己 成天在吃过敏的食物 自己都不知道 对啊 其实今天东西很好吃 但是再好吃 如果你知道你自己对鱼过敏 你就千万不要去尝试 不要说试试看 搞不好这次不会有 下次有 那我们分享一个案例 之前在花莲 发现一个39岁的 一个女性病患 她知道她自己对虾子过敏 但是她在海产店 还是想说一时兴起 就吃一个虾子 试试看 就那时候在五分钟内 开始就开始 过敏反应就产生 比如说皮 眼皮就开始肿起来 嘴唇开始肿起来 然后发觉不对 因为她开始胸闷 然后会哟哟哟 哟哟哟 趕快就被送去急诊 那急诊在花莲医院那边 看起来说 严重的过敏反应的话 会整个气团 这个声带 声带这边 会肿上之后 你会没办法呼吸 哟哟哟 之外 你的心跳会非常非常的快 然后呼吸的速度会非常快 这个时候不赶快处理 不赶快给她一点 肾上腺素的注射 内固醇注射 甚至说给她吸入 咨询感扩张剂 甚至有的严重的时候 致命是要插管的 所以如果她是有救回来 但是说 如果你不要挑战自己的体质 真的很好吃东西 如果你的体质不适合 不要麻烦 不然生的很麻烦 就食物如果真的很过敏的东西 千万不要碰 那雨泥 除了远离过敏之外 平常都怎么保养自己 除了要看健康好生活 听医师怎么说 看厨师怎么煮之外 我自己有自己的秘密武器 保护我的皮肤 因为为了上节目尊重观众和节目 所以我会认真地打扮一下 看起来比较成熟 但其实事实上 我平时素颜的时候 看起来真的比较年轻 因为很多我接送儿子的时候 有一些粉丝在路上看到 都会到我耳边来说 你本人素颜看起来更年轻 年纪更小 那其实现在的女生都比较追求那种素颜 看起来也有苹果剂的样子 对 所以这样看起来才自然很年轻 那这样皮肤跟身体的底值 就要打氧的很好 对 所以我有我的秘密武器 平常都有什么秘密武器 我的秘密武器呢 就是这一罐海质基的胶原蛋白 它的 当然市面上很多胶原蛋白 我也吃过很多种 可是我觉得这种对我来说非常有效 是因为它的胶原蛋白的分子非常小 我们叫它胶原蛋白生炭 因为分子小 所以它很好吸收 然后它的那个口感非常好 它就是桃子的口味 所以女生很喜欢那种酸酸甜甜的口味 然后又是一小瓶 你放在包包里带去上班啊 或者像我都是晚上睡觉前 因为不会忘记 睡觉前喝一定不会忘记 然后早上睡醒 你就会觉得你的皮肤 就算吹了一整夜的冷气 可是看起来还是水水澹澹的 所以你每天喝一罐 对 大家都可以试试看 我看 虽然你们看起来那么man 但是你们还是可以试试看 对男生也是有帮助的 如果你吃 喜欢的话 这个是你平常在保养的胶原蛋白 对 因为它里面还添加了Q10 你知道现在大家夏天吹冷气 都吹一整天 所以你的皮肤流失水分的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才会有皱纹啊 会看起来比较老 所以你喝了它之后 因为Q10 会让你就算吹冷气 也减少那个皮肤干燥的状况 然后呢 真的是蛮好喝 对啊 很好 对 然后还有珍珠粉 因为台湾女生真的都在追求白 女生就是一白遮三丑 所以珍珠粉 你像古代的杨贵妃啊 什么 她们都是用珍珠粉来保养 所以有珍珠粉 另外呢 还有维他命C和维他命B6 那除了对皮肤好之外 维他命C和B6 都是帮助你吸收胶原蛋白的 这个是日本来的 对是日本来的 因为他品质非常可以让你放心 是因为他是日本百年的水产公司 生产制造的 然后他从原料开始 因为他们公司有渔船嘛 所以他们就自己的渔船 去巴厘岛的近海附近去捕获野生的鱼 然后当作原料来制作他们的胶原蛋白 所以这是鱼萃取出来的胶原蛋白 对 所以他的热量也非常低 只有23.2 所以女生喝23.2卡 所以喝这一瓶也不会胖 不然你吃猪脚吃鸡脚什么的 吃完之后好像虽然有补到 但是你的体重也有补到 脸都会蠱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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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完之后立刻就顾补的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女生补就是要健康 要方便要快速 所以一小瓶就是我的秘密武器 因为有的时候你在外头工作的时候 可能饮食也并不一定那么充足 然后胶原蛋白流失的话 对于皮肤的保养 可能也都会有水害 女生又很烦 现在女生又要当妈妈 然后又要上班什么的 所以非常的忙 所以一瓶很快速 然后其实他现在在台湾买也很方便 这个不用去日本买 你在台湾买也很方便 网购就好了 网路订购 网路上买得到不用专程到日本 对 好 谢谢雨妮的分享 那节目最后 王医师也给观众朋友一个健康小兵铃 希望我们告诉她说 有人有可能过敏体质 有偏头痛体质 中医会告诉她要你有什么 冷热虚弯体质 但是很多网路上留言什么 什么酸性体质跟碱性体质 基本上我们西医是没有这样的 所谓酸性体质跟碱性体质的 我们一般身体 其实也会维持一个平衡 不健康这是确定会有的 那比较照热的人 我刚才有说 其实胃性皮肥的人 身体比较照的人 什么熔眼荔枝芒果的人 就少吃 你吃了之后 就和平照你皮肥的问题 那这个你要知道自己的属性 知道吃虾子会过敏的人 我告诉你 常常就是不信邪 吃完之后呢 越吃就是越过敏 那其实这是不太能够改变的 那了解自己的体质 吃的健康 生活作息正常 心情放轻松 才可以跟这些 不管是过敏或其他问题 和平共存 不会太难过 好 谢谢王医生丁 也谢谢我们这么多好朋友分享 我们今天分享的 健康好料理的食谱跟做法 也都会PO在年代吗 去台健康好生活的脸书上面 提供给观众朋友分享跟下载 我们的萤幕左下角 也有我们LINE的 官方节目的帐号的QR Code 欢迎观众朋友扫描 我们的QR Code 加入我们的LINE帐号 那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 准时再见 拜拜